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样东西叫博彩日月精华 巧聚天地灵气 红似单株子如藤螺 黄似真丽绿如翡翠 蝉丝环绕 千月老红绳 水胆家胎 锁玉夜穷江 哇 这么美好的东西当然少有 不过今天我们就带您去一个地方寻这种珍宝 咱们现在开路吧 在您心目中这块石头大概值多少钱啊 大概50万左右 50万啊 哇 还是挺值钱的 那这块呢 这块也得20万左右 20万 那这块呢 30万左右 30万是吗 但是不知道今天来堵石的人 他们的这个心理价位是多少啊 刚一来到辽宁省复兴县的石家子镇 我们就碰到几位老师在堵石 粗陋的石头疙瘩 在吕老师眼中却是宝贝 因为目前还没有一种科学方法 能有效测定矿石里面宝贝的种类 橙色大小等 所以仍延续着古老的堵石传统 这一刀下去 可能什么都没有 血本无归 也可能价值连城 一夜暴富 所以堵的就是买家的眼光和运气了 这不 人说来就来 买卖开张了 喷点水是为什么呀 看着更清楚一些 是不是越大越值钱啊 这个越大里头含的又越多 如果你就这么大块石头 你就都是又差多大一块 您估计啊 这个料打开之后 它里面这个红会有多少几分之几啊 或者几斤 这个在于堵 堵 就在于堵 这个堵石 就在于堵了 像这 这都是点 包括这就是这样 浇点水来 这边有 它点还挺多的是吧 对对对 一看的 点越多 说明它里面那个红马脑越多是吗 对对对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看到没 这个就得看它这个线的走向了 里头又有多大 那如果又大呢 从这边能穿到这块 这个包里都是又 就看了 这就在于堵 里头也可能都是石头 就这么一条线 也可能是一块大又 这个就是 但您心目中这块石头 值多少钱啊 这个准备是50 这个准备是50 对 这个呢 这个是30 那是20 那你们几位 看了 双方的心理拉锯战开始 由于都是行家里手 确定里面有马脑已经达成共识 可是这马脑的含量和种类也有369等 所以讨价还价也就在这了 这两块石头呢 咱们没看太好 那咱就先来那一个 就来这个 就这块 你最低现在 你给咱们朋友价 朋友价最低 你挣了 我给你博5万 45 45 咱们混一下 好不好 呃 呃 呂老板这么点 我现在现在你马上出钱 30万 把钱拿过来 30万 马上点钱 咱们先交定钱 看了吗 呂老板 如果行的话 咱们就是 就成就成交 因为咱们都是干这行的 这是多少钱现金啊 一拿12万定金 12万的定金 余下款 马上要银行去换 呃 少5万就已经是哥们价了 你工厂一下了 50万多 整30万 那不再跟着 老板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对 给个朋友 不行 马上钱是你的东西 最是我的 好不好 30万肯定是不行的 你看50吗 是吧 你真忍啊 我就一花到位 嗯 就40 那个定金呢 往我收下 收下之后吧 这个料 肯定是你的啊 我拿钱来之后 我给你拿 把它拿走 不行 这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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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朋友价 最后38 哎呦 你发我也发 对 好不好 什么 你要吧 就 就 就站地 好不好 啊 就站地 就站地 38 好不好 行行行行 就站地 钱 你收好 那你 那你 我拿 好不好 谁心里也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所以当场切石头 看成色 才能一锤定音 看来几乎是从这点到这点 应该是一点问题没有 这里可能几乎是定材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 现在基本上过程是有的 看来这位大叔眼光不错 堵到了自己心仪的石头 但是因为加工过程细致复杂 还需要好多天的打磨 才能露出真面目 为了不让我们失望 专家给我们拿来了一块 据说价值连城的玛瑙原石 让我们开开眼 这一块它的原石有多大呀 这块原石大约得有200多斤吧 哇 那就是有这么大一块 比那稍微小点差不多 差不多 这么大一块 对对对 然后开出来里面的肉 就是红马脑 就是战国红就这一块是吧 对对对 红黄丝 红黄丝 是那就算是战国红里面的 那个极品了是吗 原始买的时候是20万 20万是吧 那现在就是打开之后 然后能把它加工成成品之后 您估摸这多少钱 1800万我也没问题了 哇 那就说明您这眼睛 这眼力实在是太厉害了 会眼 一个是眼力 一个是赌证了嘛 一刀穷一刀富嘛 第一刀就富了嘛 最多一回赔了多少钱 我们也赔了好几十万的 一次赔了几十万 其实就是无数次的失手 然后才换得现在的这个赌证了 是不是 经验嘛 对对 赌石花了20万 打开以后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居然是一块分量和成色 都属罕见的战国红马脑原石 加工成手镯靶剑之后 能卖到上千万 在众多目光中 我们明白 这并不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而是老师20年对马脑的苦心钻研 和无数次失败得来的 马脑是玉髓类矿物的一种 上一年前 地下岩浆由于地壳运动 形成的二氧化硅结晶 因古印度人见其颜色和花纹 很像马的脑子 所以泛语 称为阿斯玛加波 翻译过来就是马脑 它色彩艳丽 珍贵稀有 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复兴被称为马脑之都 这里有着三千多个加工户 年产值十多个亿 占全国60%产量的石家子镇 被誉为中国马脑第一镇 这里卖马脑的 刁马脑的还有蛙马脑的 几乎全镇的人都在做着 和马脑相关的营盛 在老乡的带领下 我们先到这满地是宝的村里转转吧 到底有没有这个马脑宝 是要看我们今天的运气了 是不是 对 现在这些都是被开采过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矿洞的口了 这个洞口风特别大 非常的凉爽 这个洞大概应该有 不到一米高吧 差不多 深有多深啊师傅 现在有五六米吧 现在是要把蜡烛点上吗 对 要我里面看暗了 看不清 哎呀 不能站不起来啊 只能这样蹲着 哪有马脑啊 这一点就是 哦 看见没有 这一个特别小的 这个小黑点啊 像是透明的石头是吧 对对 那种感觉 天呐 这里挖到什么程度 才能看到这么小一个小黑点啊 就是两边的杆子 我们叫石头 叫杆子 杆子 它是夹着 对这种东西过来的 它就是随挖 始终就有这种东西 但是它不是大块 哦 我明白了 就是说您根据您的经验来判断 是吧 对对对 就那个点 哦 就这个点叫玛瑙线 对对对 一般就是发现的玛瑙线 就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就是 可能前面有大玛瑙 哦 可能 所以李师傅进洞之后轻车熟路 但是对于自己正在开挖的这块玛瑙毛料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含量 李师傅也不能打包票 在狭小的洞里蹲久了 人难免会腰酸背痛 吃不消 这个黑块越来越大了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玛瑙 越来越大了 那就说明那个 它还就是说里面还会大一些 对对对 再挖的话 对 可能就很纳 有可能 哦 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现在是大 这就是玛瑙宝石啊 对 它是线 哇 但是因为它确实是一块这个毛料石啊 像我们这种人就发现不了是吧 这种到时候加工出来是什么颜色 这种 这个应该是黑红花 哦 黑红花 对 哦 也很漂亮 这是头几天在这边挖的 大概是有 二斤 两斤啊 对 这个大概出来是什么颜色呀 这有红黑花 红黑花的 哦 这红花不露出来了吗 这些就是带红了是吗 对 带红的玛瑙就值钱了 对 雕刻成小摆件的话大概能卖 嗯 两千两块钱吧 哦 几千块钱 虽然不是红色 但也是玛瑙宝石的一种 经过打磨抛光后 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看似简单的一块石头 蕴藏了挖掘师傅多少艰辛和汗水 这个洞就是当时那个挖出那个三百斤大玛瑙的那个洞是吧 对 嗯 二十多年前吧 二十多年前 对 哇 那当时村里面也是很轰动的 轰动轰动 哇 但是这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了 是吧 对对对 嗯 就算遍地是宝贝 没有一双甄别的慧眼也白搭 挖玛瑙实在是太辛苦 还是去见识一下现成的玛瑙吧 来到石家子镇赶大吉 我们觉得双眼都不够用了 这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 平均每天出产十吨的玛瑙饰品 被精心包装之后运往全国各地 虽然都是小摊位 但是在这儿你一定能见识到不错的玛瑙 对 玛瑙镇大吉 石家镇的一个传统的玛瑙大吉 对对对 然后呢 非常的热闹 不过啊 这儿的东西啊 据说是特别的便宜 说不定啊 还能讨着宝贝 是不是啊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呢 都是战果红 就是河北鲜化料的战果红 然后它呢 它的特点它都做成了雕价 我们看到这个有生肖的老鼠啊 杀生肖的是吧 对 这是应该是福星啊 对 非常有特点 我想问一下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三千五啊 为什么那么贵啊 这个 这个呢 第一它应该是铜料 就是一块料 然后呢 它这个珠子呢 个头比较大 但是这个三千五价格 地位还是有点贵 就是我们还可以给它讲讲价是吗 我们再找一找 再找一找 这个属于战果红吗 对 这是北鲜化料的战果红 属于这个战果红里边的 那个普通的料 山川风物 古今人物 飞禽走兽 都融入这石头的方寸之间 几千元一块的玛瑙 在这儿 您可别嫌贵 品位正宗 有收藏和把玩价值 才是第一重要的 大叔 您从哪来 沈阳 沈阳啊 我就想买战果红 战果红啊 炫花料不想要 卖多少钱 老板 八百 八百啊 大叔 您的那个心理价位是多少啊 我给他六百 他不卖 两百块钱 老板 你这也太大方点呗 六百我先来一点 最主要 六百我先来一点 我不信 我不信 那时候心这么成 从沈阳过来 您再给便宜点呗 便宜都便宜吧 便宜 十百 十百 六百 和卖主讨价还价 也许就是赶大吉的乐趣 不过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玛瑙饰品 很多朋友肯定和我们的编导一样 急气地想知道 什么样的玛瑙 才是好品项的呢 现在在我面前摆了八种颜色的玛瑙 非常的漂亮 各种各样的 大家猜一下 哪一样最贵啊 这个最贵 这个最贵啊 这是一个蓝色的玛瑙是吧 对 您猜它那个值多少钱啊 一万 一万啊 老师这个值多少钱啊 它猜的差不多 一万啊 确实做工非常漂亮啊 蓝色的呢 这个蓝色的应该比它这个要高一点 哦 这个大概是多少钱 这个蓝玉水的 它应该在两万块钱左右 两万块钱 确实很漂亮 您这个啊 像一块冰似的啊 嗯 对 才冰准 哦 串珠 嗯 这个是红颜色的 很漂亮是吧 对 嗯 老师这个多少钱 这个大概十万块钱左右 啊 真的是这里面最贵的呀 对 最贵的 战国红玛瑙 战国红 也算是咱玛瑙里面的极品了 是吧 极品 咱们有句话叫 玛瑙无红一是穷 是不是啊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红玛瑙了 对 而且它是一块料除了带丝的 嗯 嗯 这个是这种极品的 哦 由于二氧化硅中 含的色素离子不同 玛瑙颜色也如此丰富 不过 这十多种还只是一部分 颜色全品种多 质地优 可是复兴玛瑙的特色 它性心 未含 无毒 可入药 本草纲目中记载 玛瑙主治 木生仗义 对凉血 质干 明目 都有保健作用 同样都是这种灰白色的 像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它就颜色非常纯正的白 对 对吧 它灰白 它是纯白 对 所以说从颜色方面上 它就那个 差点了 有杂质 纹路 对对对 玛瑙的品质 不太好的 起来的时候我们 就是从雕工方面上 也不那么时间下工 你看这个的翘色多好 嗯嗯嗯 所以说它的价值照它的价值里差几十倍的 啊 光泽度 透明度 透明度 润度 润度 还有那个 雕工 雕工 专家说真玛瑙质地硬 不会留下划痕 有自然条纹 而有气泡的 则是人工炮制的假货 真玛瑙手感重 冬暖夏凉 颜色鲜亮 有层次感 在各色玛瑙中 红色最为珍贵 当然 绿玛瑙 蓝玛瑙 和紫玛瑙 也各有千秋 十三件百件 嗯 价值 价值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啊 战国红马脑当中啊 那个选出的就是精品 为什么咱们现在就收藏过程中 这个战国红这么贵呢 原料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稀奇 非常的绚丽是吧 绚丽多彩 红黄 对 黄不光是明黄 还有土黄啊 各种黄 甜黄 还有我们说叫鸡油黄 红色也是各种红色是吧 对 有鸡血红啊 鸡血红 手球吗 对 手球 我觉得 我揉的时候啊 我就真的生怕它那个掉的地上 是吧 这一对手球啊 就已经不是用来这个娱乐健身的了啊 完全是工艺品了 工艺品 收藏的 艺术品来收藏了 你看到这个纹路的时候啊 真的就会想到 联想到 就是火山烹发的时候那种绚丽啊 那就是那种场景啊 对 对 各个都上万 为什么战国红在马脑中有这么尊贵的身价呢 在复兴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战国时期出土的文物中 这种红稿马脑多用于剑柄 珠串 环配 作为陪葬品 非常珍贵 你看这红黄颜色艳丽 蝉丝明显 通过透光折射 如同丝在游动 雍容华贵 超凡脱俗 兼具收藏和审美的意趣 选取原料 构思主题 打样去皮 精雕细刻 研磨抛光 配做包装 渐渐毛料 就这样在师傅们的手中 出落的光彩夺目 精心构思 巧妙运用玛瑙纹理 颜色走向 这样才能去除瑕疵 为作品锦上添花 现在在我们面前放了 大概有三四十袋 这种仿古的 这个西藏天珠 这个九眼就是代表着什么呀 尊贵 宠高神圣的意思 这叫雪蓉了 这种也很难烧的 就有点像天然风化的那种感觉 对 三眼天珠 在咱们民间就是说 有什么特殊的孕意 福禄寿 福禄寿是吧 那也是很吉祥的 二眼天珠代表着 夫妻和睦 家庭幸福 这个呢 一线珠了 一生平安 一帆风策 就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珠子 还有这么多的含义 由于天然天珠的西缺难得 西藏古人开始模仿岩石图案 采用草药的配方 在玛瑙上人工绘制之后 高温烧制 这种古老的加工方法几乎失传 没想到 在石家子镇 我们又见到了仿谷的天珠烧制记忆 看到烧坏的玛瑙碎片 我们感到惋惜 但正是因为精益求精的仿谷烧制技术 才让人们对仿谷天珠多了一份了解 要知道复兴人喜爱玛瑙不是这几年的事 据史料记载 早在八千多年前居住于此的茶海人 就已经认识使用玛瑙 1982年 这里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龙纹陶片 石速龙和玉器 被专家誉为玉龙故乡 文明发端 除了有深厚的玛瑙文化 复兴还拥有东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瑞英寺 也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 蒙医药的发祥地 和蒙药同样齐名的 还有这里的蒙古族美食 不是手把肉 也不是奶茶 那会是什么呢 源于瑞英寺的喇嘛炖肉 用上好的五花三层肉 和腌制的咸白菜为主料 翻炒加汤 炖煮 肥而不腻 柴而不瘦 口味绝佳 老少皆宜 把桥面和好 在手掌上 用拇指碾成猫耳朵的样子 再放进烧开的锅里 这猫耳朵汤 小巧玲珑 口感润滑 让人回味无穷 好不好吃啊 自己做菜 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如果亲手种菜 那就又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了 看看这位身材魁梧的大爷 在毛毛到他自家的菜园子 都种了哪些可口蔬菜呢 还是青辣椒味 这是小阳市的 咱们成的小的 小的西风市 对对对 那找的特别嫩 对 芹菜 然后这是四瓜 长豆角啊 这长豆角 就这么拔嘛 二 三 哇 看见没有 可大不大 好大哦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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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真漂亮 来来来来来来 您看看 这又是喂鱼又是种菜 简直是一个劳动能手 电视机前的您一定以为 这是村里的种菜大户 对不起 您猜错了 不过这位鹤发童颜 先锋盗谷的老人家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个李老师 我这么数这个香炉 对不对啊 七层 对啊 不对啊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八层 九层 十层 十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层 十四层啊 对键盒将近一顿半料 一顿半料啊 一顿半料做出对键盒 然后几个人 我们对键盒要上个人 香炉都是漏空的 对 而且呢 你发现没有 球里边是活球 对 不光是这个链子掉的球 而且里面 球里面还套的有球 是 对 这个链子呢 和那个龙啊 它都是一体 对 都是一块料下来的 没有任何的拼接 对 就是一个完整的料 掉下来的 都是一个一环套一环 都是一块料下来的 所以啊 如果是稍微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环断了 所有这幅作品就坏了 这个总统叫什么呢 龙凤文 海棠事 链条花去 厉害吧 老爷子不光菜种的好 雕刻技艺更是一流 这近六十年的环瑙速活雕刻技艺 在全国可只有这一位 出身雕刻世家的他 苦心钻研练就了 活球 炼条 镂空圆雕 等传统绝活 速活工艺复杂 成品时间长 见效慢 学的人凤毛领角 所以李大师的前半生 都是在清贫和艰难中度过 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直到07年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 李老师的速活技艺逐渐被认可 速活技艺 从古代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演变而来 李大师追求在传统中创新 力图达到和谐完美 不过速活难学 又费时费力 所以徒弟难招 经费不足 到现在 你明白前面老人家种菜的原因了吧 都是种给徒弟们吃的 一年下来能省不少开支呢 老纪福利 志在千里 我们相信 复兴人有了这个奉献执着的聚老头 马脑速活的雕刻技艺 一定能心火相传 从赌石 挖矿 到赶大吉 见识马脑精品战国红 以及速活大师李鸿斌 和他的酸甜人生 让我们了解到了 在这方寸石头之间 蕴藏了那么多的马脑知识 马脑文化 和马脑人的人生百味 我们也希望 历经时间的魔力 马脑瑰宝 能成为凝聚文化与艺术精髓 超越时空的永恒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结婚是件高兴事 为什么他们的婚礼却是一波三折 媳妇进了门 受罪的却是公共婆婆 结婚前公共还办了什么尴尬的事 女方举办接亲宴 可迎亲队伍却一直被聚在门外 新郎好不容易进了门 为什么却迟迟见不到新娘 婚礼上的爱情宴都有着什么说透 下期相途都进重庆市江津区的唐河古镇 去看看一波三折的婚礼 请不吝点赞订阅